白色轿车被警方前后夹击 不得不停下 车门打开 副驾驶座上的男子才刚下车 要开口解释 就立刻被警方压制在地 驾驶和后座乘客 也当场被拉出车外 原来几人会被警方盯上 就是因为11号凌晨 新庄丛林路上有民众报案 表示窗户被子弹射击 两三声我以为是对面在空座 因为我们这边 常常他们在搬东西 会有那个声音 警方立刻组成专案小组进行追查 锁定设案车辆后 迅速一小时内在泰山公园路 和黎明路口将人逮捕 据了解疑似是毒品案件纠纷 临近嫌犯不满被人出卖 找来四名友人到被害人家中 开枪恐吓泄愤 现场查过犯嫌五人 并查过BB枪两把 证报枪一把 刀信一批 手机六支 讯后亦恐吓回损罪嫌 依送台湾新北地方警察署侦办 响声把民众从睡梦中吵醒 幸好不到一小时 无名嫌犯全都落网 警方将持续追查幕后原因 东城新闻 廖峰湘 清北报道